上個禮拜創新高的台北股市 今天回跌了 你會擔心嗎 把資金放在對的地方就不用害怕了 眼前這個行情大盤下跌 可是我們上個禮拜公開讓大家來索取的 伺服器的蓋牌股 今天卻是又一檔新股票 衝出來漲停板 我相信行情在這一邊 有追蹤我的所有忠實觀眾都會知道 今天加登又創新高了 眼前在這一邊又有一檔新的車用黑馬股 我們在節目上放送分析過的股票 今天盤中觸及漲停板 切記今年2023我就是要讓你賺 務必鎖定我們節目的內容跟LINE的提醒 歡迎收看彪股控盤數 我是陳軍員Jerry 讓我帶你掌握彪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的 上個禮拜接近16000點 大家滿懷著期待 今天台北股市又回跌了 來 你會擔心嗎 我相信抱對股票 大盤這個忽漲忽跌 你不用太過於焦慮 現在的行情最怕的你患得患失 好不好 那我相信 我們在節目上面3月14號就跟大家預告過了 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創新高突破前高 創下掛牌新高的股票 你要懂得逢高獲利了結 逢高獲利了結資金 就是得收回來 放在新的黑馬股身上 這個循環你只要做的對 TEMPO踩的對 眼前管他大盤 你要攻16000還是要破15000 沒有關係 不關我的事 來 雖然講起來這一句話讓很多人覺得會聽不下去 老師大盤 你說那個不重要 來 人家在這個位置 橫盤多久了 你看到漲要拆高點 看到跌這邊要擔心 你怎麼可能在股市裡面賺得到錢呢 我相信就好是在3月中旬的預告 告訴大家是什麼 我這一邊不用擔心太多 我用最單純的方式 我只要掌握住市場的資金往哪邊做集中 我在那個地方找標股 就這麼簡單 OTC貴買指數 我們在節目上交了7個月了 去年大盤不好破一萬五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跟大家談到這件事情了 他是領先指標 會比大盤走在前面 大盤今天有沒有創新高 沒有啊 人家他七連紅啊 七連紅啊 今天創新高啊 我相信剛剛的畫面截圖 在節目上也放過好多次 3月14號我就預告 當時候是三根黑棒 我們就已經預告會有這麼一段 這麼一段是要讓你什麼 逢高獲利了結 你部署好卡位好的黑馬股 你在這個時間點 切記 買對股票很重要 來 所以就好之後在這一邊 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時間點 這個 台北股市的周期 你務必要懂得資金要放在對的地方 當然現在很多人會擔心 那個德意志銀行 那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只提醒大家 德意志銀行 早在2016年就已經被點名 是下一個雷曼兄弟 所以2016年距離現在 7年 中間的時間點 他2019年曾經再被拿出來討論過 所以 這段時間以來 如果你擔憂這一個 真的 你早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過去的7年裡面 你會有兩段的時間 完完全全的錯過很多低檔的股票 錯過很多底部的股票 來 加入Gio老師的LINE 畫面上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 我希望眼前這個時間點 你務必要跟上我們的腳步 為什麼 你一定有發現 Gio老師在前一個禮拜 節目上 所告訴大家的股票 現在是一檔接一檔的創新高 只差有沒有漲停板而已 我希望眼前這一邊 Gio老師在LINE這一邊 開放大家來索取的股票 你務必要懂得好好掌握 我手中這一張的資料 你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我LINE開放來索取的時候 你如何積極的動作 今天這一張資料 三檔的蓋牌股 伺服器的黑馬股 已經是第二檔 衝出來漲停板了 而且這一檔股票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在節目上公開 讓大家都看到 我圍影賣掉了 當時候 圍影 上個禮拜五 我相信這個節目畫面 早上那個9點01分的訊息 1137 1137塊 圍影全部獲利出清 收回了資金 我就轉到新的黑馬股身上 所以我早在上個禮拜 在開始讓大家 來索取我手中的這一張資料 因為我圍影 圍影 賜服器裡面的千金股 我獲利出清 我就要轉到下一檔 它的標股模式可以跟圍影一樣 只是當然價格不太一樣 我們不是每一檔股票都可以充1000塊 但是它的法人控盤的模式 是一模一樣的 好不好 那我相信就是說 圍影這一檔股票 961塊到1137塊 我上個禮拜五獲利了結 今天圍影有沒有在創新高 今天圍影他的日線圖怎麼走 我不管 我的會員 這一檔的圍影 上個禮拜一到上個禮拜五這一段 賺了52萬8 所以圍影接下來 除非他有第二段操作的機會 否則這一檔股票我不會理他的 這是我現在對於股票操作的態度 你有來索取這一張 手中的這一張的資料 賜服器的黑馬股 上個禮拜 你有收看的投資朋友 你有來索取的投資朋友 你都知道 裡面有一檔已經先創一根 漲停板 新高的長紅棒了 今天又有第二檔 賜服器就是都在我手中的這一張圖卡裡面 這張資料裡面 裡面我詳細的記載了 賜服器的一個代工族群 賜服器的題材的族群 除非你對於賜服器的供應鏈非常熟悉 你不用我這一張的字卡 你自己都可以把它找出來 讓我佩服你 因為你有那個能力可以賺這個錢 但是你如果沒有辦法那麼專業 我幫大家整理出來 哪些股票漲過了 沒關係開出來我給你看 蓋牌的股票代表說它還在底部的 所以眼前這個時間點 你的資金應該集中在什麼地方 切記 第二檔股票漲停板了 我希望你不要錯過 那這個概念股的圖卡 你要知道 我這個你有拿到的人都會知道 三檔的股票黑馬股 我都已經把資料完完整整的提供給你了 伺服器代工這一檔股票上個禮拜已經拉一根創新高長紅棒漲停板了 你有拿到的人都知道 今天來講的話是另外第二檔 第二檔它是中高價股 今天來講的話盤中我觸及漲停板 我希望眼前這個時間點 你務必要懂得資金放在對的地方 比你去分析銀行去分析升息 去分析接下來 哪些的危機會不會發生還來的重要 好吧 Win我聊到了 3月份我已經強調了 你該擔心的時間還沒到 你需要擔心的時間 我的節目會提醒你 現在這個時間點你不賺 難道你要等到國安基金退場的時候 你才要賺嗎 上個禮拜我微影賣出了結 我相信這個會員的訊息寫得非常清楚 請收回資金的會員預掛 這一檔 就是我手中這張資料裡面的其中一檔黑馬股 今天拉漲停板的這一檔黑馬股 我上個禮拜微影賣掉 直接10點一過資金就轉進這一檔股票了 432塊半 一張股票43萬2 我不怕你跟 我已經聊到了 眼前這個時間點 我歡迎大家你有本事有能力 大家一起來賺錢 這是我現在的態度 因為你現在不賺 難道你要等到國安基金退場嗎 畫面上這QR Code直接掃描 我希望你現在還在疑惑的投資朋友 你不要錯過我這一張資料 裡面的第三檔 還沒有拉漲停板的股票 切記 你上個禮拜來索取的人這一張資料 你扎扎實實的見證兩檔股票 從看起來普通沒什麼 到忽然之間拉出一根創情高漲停板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 你務必要懂得資金放在對的地方 比什麼都重要好不好 畫面上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 我持續的開放來說去 包含了這一邊 我們也一樣同步要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一起來賺的 中高價黑馬股 當然這三檔股票我必須談 現在全部都上300塊了 其中一檔最便宜的 我們的菁英會員新進來的 它已經299前一個禮拜就買進了 所以我希望眼前這個時間點 但是這些股票同樣的 都是沒有一根的漲停板 讓我來這邊開牌 你都還有機會 切記這個時間點最怕的是你 幻得幻失想這個想那一個 絕對不怕你來賺錢 包含了三檔平價的黑馬股 我也希望你來跟進好不好 來我的操作模式 包含了我選股的邏輯 包含這一邊標股的跡象 我一向的都是公開的 我相信就說老師 你那種很貴眼 小資族來 這檔台亞我講白一點 我原本這樣的股票 我希望我其實不會想太花時間 在節目上多談 但你務必要懂得 不管是中高價或者是平價的同板股 你要知道 季線半年線交叉糾結 翻揚向上 現在從一個平台整理 壓縮整理 平地往上拉開始蓋樓房 它是現在資金輪動 一直不斷發生的事情 我就講白一點 這檔台亞你上個禮拜 我的新會員上個禮拜訊息剛開通的 剛辦完手續完成手續的 你有沒有進場 我訊息寫得非常清楚 這檔股票 我這邊來談 因為它已經拉一根長紅棒 爆量 你要怎麼做 我希望大家要知道的是 我已經準備好 有還處在這個位階的股票 你不是等到爆量出來 長紅棒 那個創下底部翻漲新高的時候 哇 才再去追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時間慢慢的壓縮 相對的風險的慢慢提高 來 所以我希望眼前這個時間點 大家你務必知道 教老師的用心良苦 我就直接 完完全全沒有避諾的講一句話 小超都已經提早放給你了 你願不願意一起來賺 小超都已經提早放給你了 你願不願意一起來考試 你學生實在念書的時候 小超給你 你會不會考試 如果現在教老師做同樣的事情 那你有沒有賺錢的機會 我邀請你大家一起來賺 我不怕你賺 我相信我從過年之前一直到現在 一路以來 我在節目上公開驗證了 蓋牌股黑馬股變標股 哪一檔 我完全沒有教你怎麼操作的 選股的方向是什麼 法人什麼吃貨的 我無私在這一邊教學7個月了 所以我不怕你賺 加登 我什麼時候在節目上跟他來聊的 這檔股票你一定會發現 只差一根漲停板而已 前一個禮拜 當這一檔股票 還沒有往上飆的時候 還沒有創新高 直接往上讓大家看到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他提醒了 現在一轉眼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6個交易日 我的會員 持股會員已經賺42萬了 你覺得這一檔股票後面我要怎麼賣 你應該說我在節目上無私公開給你這一檔 3680的加登我怎麼選他的 法人怎麼吃貨的 你學起來 下一檔的加登才是你現在的重點 這是精英思維的思考 好不好 我今天要提醒大家 這檔股票明明是45度假往上噴的 我們在什麼時間點買的 包含了成本 會員持股的成本 我都已經完全無私公開 會員訊息都放給你了 這檔股票他的標股跡象什麼 你大概可以看到我們剛才有聊到嘛 那一檔台亞平價股 它不是季線半年線糾結翻揚向上 你懂得把外資的籌碼 投信的籌碼把它拉出來 他們吃貨多久了 你如果發現到這一件事情 這個標股跡象一檔股票 不用10秒鐘的時間 你會垂心肝啊 為什麼你要花時間在美國股市身上 我不是在唯語 因為我在節目上已經聊到了 操作股票 你應該要過一個 可以幫助你 提升你生活品質的一個媒介 操作股票 你應該要讓你的生活品質提高 可是有些人卻做到了 哇操作股票 哇那個整個 你反而影響你的睡眠 你反而在那邊患得患失 睡不著覺 太可惜了 45度假往上走的股票 你要搞到那一個 多想這個 東想西想 然後再擔心這一個 擔心那一個 哇那不如不要做 可是我們這一邊完完全全 毫無保留公開選股 那個獲利模式 4張42萬 我寫得非常清楚 因為4張的持股 這一檔股票 300多塊 4張的持股 我都完全沒有保留公開給你 你要不要賺 你有本事就跟著我一起來 看他一路一路的往上走 那個慢慢的墊高你的獲利 我希望你會發現 上個禮拜 我們賣的儀頂 還不是這樣 45度假 3月24號獲利了結了 這一檔我節目公開賣52萬5 為什麼要講 那一個嘉登 儀頂 紅碩 為什麼 大家如果記得 我的忠實觀眾都會知道 這三檔股票沒有拉漲停板之前 我們前一個禮拜五 六個交易日之前 我在節目上直接告訴你 我不跟你蹭那個拉漲停板的股票 我直接告訴你 哪些股票你跟著我一起來賺 你有本事跟著我賺 因為 包含了這檔紅碩 3月20號上個禮拜一獲利了結 我就是這一檔股票賣掉 漲停板賣 出清才轉進去圍影的嘛 我們在節目上交代的清清楚楚 這三檔股票加起來 你有沒有發現 資金翻倍了 全部45度假往上走 你說眼前這個時間來講的話 你要去擔心 哇 那個銀行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現在德意志銀行炒作又來了 但我不是說這件事情不重要 而是我希望就是說 大家同樣在面對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是抱持了什麼心態 來去看待這件事情 對啊 德意志銀行很危險 現在看起來很危險 大家都在擔憂 對 你今天要不要賺 現在既然時間還沒到的話 我幹嘛被德意志銀行所影響了 有一句話叫做萬丈高樓平地期 其實股票從底部這樣漲起來 它不就像蓋樓房一樣 你是要在平地的時候 底部的時候就卡位 還是人家一直一根一根往上蓋 往上蓋創新高的 瓦利多發布 你知道買那一檔股票 你可以說 老師我有本事 那個第二樓 三樓 四樓 五樓 二十樓我都要追 對 你有本事可以賺那樣的錢 以我這一邊來講的話 真的給你拍拍手 但是你如果會害怕德意志銀行 會害怕美國股市跌 那你這一個時間點 你應該是要找還在平地的股票 怎麼還會在高樓上跌了幾樓了 你還在追 對吧 有沒有道理 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很多時候就一個觀念的突破而已 賺錢不難 重要是在你的心 今天漲停板的股票還是這麼多 大家你可以看一下 跟上個禮拜五一樣連續漲停板的 有重複的 有幾檔 你追得完嗎 沒有 你追不完 不要說平地的股票 往上蓋一樓 二樓 三樓 一直蓋到二十樓 往上蓋 你光是要追都追不完 因為每天漲停板的股票 大部分都不一樣 不是嗎 所以眼前這個時間點 我要提醒大家 我就直接拿雷虎 雷虎今天漲停 然後漲幅10% 全市場來講的話我相信 這檔股票今天來講的話 漲幅是最飄悍的 我有賺過他的錢 去年第四季的代表作 10月到12月15號 軍工概念股雷虎保一 雷虎我賺到他快要一倍 98.9%沒有一倍啦 快快要 保一當時候快六成 這兩檔股票我們在節目上 都是直接公開跟大家來談 來跟大家驗證的 甚至跟大家預告什麼時候賣出嘛 去年的11月2號雷虎那個時候 底部開始往上漲 我就應該拿雷虎這個操作 來跟大家分享法人是什麼 去追那一些股票 去吃貨的底部吃貨 那那個股票不是漲停板 你才去買 或者是你看到漲停板的 老師還能不能買 你去看他標股跡象嘛 法人的籌碼嘛 當時雷虎我在11月2號就這樣交了嘛 保一那個時候 完完全全你可以看一下 軍工概念股 我可以說我在節目上 絕對有資格教大家 跟大家來做分享 保一那個時候這一根有沒有噴 我在節目上怎麼教的 當時候的日期 11月22號 你現在要學 都可以從我youtube頻道裡面去 把去年11月的影片翻出來 最重要的 你懂得買 怎麼賣 去年的11月22號 我就預告 軍工股最後的賣點 12月第一個禮拜 所以我們掌握到 雷虎將近快要一倍 保一 將近快要那個六成 所以眼前這個時間點你要務必知道 標股跡象它是不斷在複製 從去年的年底一直複製到現在 當時候你有學我在節目上公開跟他來分享 那個標股跡象是什麼 我們剛才所聊到 季線半年線糾結翻起來的 然後你在懂得去追蹤這個標股跡象出現之後 那個外資或是投信誰有跟起來吃貨 那一檔股票你當然就可以買 來 我就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平地跟萬丈高樓你要選哪一個來 大家可以看時間 因為這邊毫無保 因為我的忠實觀眾都會知道 當時候就在這裡 不是最低點 雷虎 但我們掌握住這一段 這一段沒有一倍 98.9%剛才大家看到 後面那個現在來講的話 雷虎有這麼一段 你要發現一件事情 你要想的是什麼 他的標股跡象去年的10月 去年10月大盤是破13000 他標股跡象在那個時候出現 後面他為什麼 這邊第一段我賺他第一段 後面這一段我有新的股票 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以發現拉回 然後整個行情他的格局是什麼 沿著季線這一條季線半年線糾結翻起來 一直的沿著季線往上走 所以他有第二段的行情 但對我而言來講的話 我前面賺過他的錢 我這一邊我有其他新的標的 我當然在這個時間點 有錢賺我就往哪裡走 這個地方我覺得這個位置 是有比他更好賺的 我當然不再選擇他 就這麼簡單 選擇的問題 但我要提醒你平地跟萬丈高樓 哪一個你現在介入的話 哪一個對你是比較有利 哪一個對你風險比較高 來 我已經沒有保留在提醒大家 這個標股跡象是不斷在複製的 去年我就敲過了 所以來 半導體相關的輪動 加登 紅塑 森達科 旺系 我們一檔接一檔再複製 我們不用執著在雷虎身上 講白一點 半導體的輪動 我相信從過年之後 這樣一路這樣下來 這邊幾檔 我幹嘛堅持在雷虎 我幹嘛堅持在軍工股 這邊的股票我就賺不完 不要忘記畫面上年價蓋牌股這一檔 超過四成了 我希望眼前這個時間點 不是大盤漲跌很重要 或不重要這件事情 而是你資金放在哪裡 好不好 我希望這一檔股票 我下次漲停板開牌的時候 我希望我的忠實觀眾會有更多人有 我希望我Lite的粉絲 會有更多人有 好不好 畫面上的QR Code直接掃描 我希望下一次這一檔股票 半導體的波段的一個蓋牌股 我希望它漲停板 我在這邊開牌亮相的時候 你看我的忠實觀眾們 你不要一張都沒有好不好 你不要一張都沒有 好吧 那當然這邊來講的話 你的資金如果配置好其他的黑馬股 那無話可說 但你如果現在不曉得要買什麼的 或者你寧願抱著國安基金護盤的股票 那我真的提醒你 轉一點來到這邊來好不好 你至少可以感受一下 我到下次這一邊 開牌亮相漲停板的時候 跟我大家一起感受 真的可以底部卡位 它這個後面真的會漲停板 不然我怎麼送給你啊 眼前這個時間點 我希望 我講得很清楚 你Lite拿出來 我今天早上開放 放送在我Lite這邊放送給新朋友 我裡面講得很明白 這讓股票已經變成雙肢索馬 不只是 外資長期的底部吃貨 投信他三月份 開始去拉高值股比重 這邊我希望 我下次開牌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 要有參與感 我要讓大家都有參與感 我不希望就說這邊來講 哇 大家都以來看 哇 那漲金不是真的假 我上面的訊息寫得非常清楚 我描述的非常清楚 而且告訴你什麼族群 你手機拿出來 那個直接往上滑 今天早上盤前7點35分的訊息 好 你直接往上滑 我上面什麼族群 我寫得非常清楚 這個族群我上個禮拜 刻意一戰一戰的強調 好 你這樣不賺真的是 很不猜的你怎麼知道 不要說想太多啦 一根漲停板就好 一根漲停板常紅 我們一起來感受好不好 我眼前這一邊我希望 大家一定都可以發現 教老師的YouTube頻道 是可以讓所有的人來公開驗證的 凡是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在節目上所分享的重點 包含分析的一些的小細節 因為我們已經提早告訴大家了嘛 那個時候大盤很差 那個時候大家岌岌可危的時候 我就提醒大家 你該擔心的時間還沒到嘛 而當時候OTC貴買指數這樣賣壓下來 三年黑 我在節目上直接滑一個劍盒往上 有沒有夠錢高 有啊 今天七點紅了 夠錢高啦 但是我提醒你什麼 你這邊有卡位黑馬股的 你看到股票創新高 你看到股票那個突破錢波高點 走在大盤前面 你要懂得賣 我提醒你這件事情 我現在就是不斷不斷要做這些動作而已啦 好不好 那我相信 我告訴大家要賣股票 當然啦 新的黑馬股 我在節目上也都是有無私來奉獻的啦 我相信你只要好好的學習 然後用一個正面的心態來看我的節目 你自然會有所收穫 因為從過年之後到現在 快兩個月的時間了 有所收穫的新粉絲 有所收穫的朋友們 一直不斷的不斷的在增加 那我相信啦 麻花捲跡象 3月14號 這個節目這個日期啊 節目的日期應該大家 都不會覺得陌生嘛 因為最近一直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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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對不對 當時我沒有分享股票 有啊 825蓬城 當時我是 麻花捲跡象 季線 半年線 一次的糾結 兩次的糾結 這個叫麻花捲嘛對不對 我交多久 一個多月耶 難不難 不難啊 當時我已經聊到一檔股票 你要花5秒鐘嗎 當時我講的時候它有沒有漲 我是在底部放送給大家的耶 這有沒有漲起來了 我有沒有馬後炮 沒有啊 你有喔 留意我在節目上的分享的人 你都會知道這檔股票它今天是漲停板啦 所以你會發現我節目是可以公開驗證的啦 我會到會裡面買 當然會啊 你有沒有發現 3月14號的節目 當天的盤中10點34分 當時候的新會員 菁英招集院新會員 我在這邊邀請你來參與我的菁英會員的行列 多久了 我2月份 228連續假期之前我就開始邀請了 我帶會員買 是要買什麼 底部的黑馬股 我不是要那個 追那個萬丈高樓 我已經幾層樓了還在追 VIP會員 最近一次買是3月16號啦 好不好 這個我相信啦 我會員訊息都是直接貼在這邊給你看的 我就在驗證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所交的 我是可以直接付出此行動 來做獲利的 好不好 那我相信啦 我不跟大家打 哈哈啦 這個3月16號的位置是在這裡啦 然後這邊拉起來 這樣很難嗎 我不曉得啦 那個 因為有的人在這邊賺得很開心 那有的人就是一頭霧水 老師啊 這我爹啊 沒去啊 老師破線啊 老師 這個 這個是不是那個 阿呆股啊 老師 這邊是不是那個 漲不上去啊 我們都在節目上跟他聊 標股跡象 我都已經跟大家來聊 他是黑馬股了 阿呆股 阿呆股 在這裡是要討論 在這邊你應該做什麼事情 我都已經在節目上跟他分享 這一檔有標股跡象了 阿 你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因為這個喔 你可以發現3月14號就在這裡啦 剛剛畫面截圖啊 3月14號 我們把那個標清楚一點啦 3月14號 剛剛是在這裡啊 阿這邊是底部還是那個萬丈高樓 這邊是平地還是萬丈高樓 阿你要看到 哇老師 今天我出到漲停板 沒所漲停板 後面有沒有機會 你如果有本事 我這邊亮相啊 你要買那個187塊的 你要買那個180以上的 你自己要有本事嘛 這一檔股票我已經放 我已經從 我這邊就已經 亮相交給你了 你看到破線啦 這邊不會漲 對 想一些有的沒有的 因為這個時候 美國股市很 很 很淒慘啦 很多人都不敢 我這邊直接告訴你什麼股票 你幹嘛動作而已啦 我已經聊到 我不怕大家賺啦 大家一起來賺 6張21萬6 你後面來講 我慢慢去擴大我們的獲利 你有本事來跟 在這邊來講的話 那個獲利目標價 我只會給我的會員 這個是法規規範 沒有辦法 不好意思 但是我這邊提供給你 因為底部我就已經分享給你了嘛 現在拉起來 你有本事 一起來賺 好不好 這邊 就像台辦一樣啦 我就聊過嘛 這檔台辦我們已經獲利了結嘛 3月22號上個禮拜 全速出清嘛 這檔股票上個禮拜 那個 115塊半 你有本事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 熬的過去後面這個漲停板 我們一起賣 但是我在賣的時候你要懂得逃啊 盤中你要能夠抓得到我會賣這檔股票 或者說這檔股票我覺得 法人的籌碼沒有 續航率沒有很高 那我要賣的 你也要看得懂啊 因為我在節目上已經教到 什麼是標股跡象 法人是什麼吃貨的嘛 車用族群已頂 一樣啊 無私公開啊 已頂我講多久 前面在這一邊還沒有噴出去之前 我就邀請大家來啊 可以一起賺 我都直接LINE都直接告訴你 你手機拿出來往上滑 加我LINE超過一個月的投資朋友 你可以手機拿出來往上滑 這邊我都直接告訴你 那個已頂鎖定獲利目標價 等於說我就直接 很明白的告訴你我還沒賣 你有本事可以熬過這一段時間 你跟我一起賣漲明白 現在已頂 我要不要理他不用 3月24號才會獲利出清了嘛 這一段45度角 最主要的一段我已經掌握5成 眼前的行情 我要不斷的跟大家來驗證一件事情 超過操作股票根本不難 難的是你的心 操作股票賺錢不難 難的是你的心 因為你的心太複雜 你會想很多很多 跟賺錢沒有相關的事情 你想一下 那個德意志銀行會不會破產 前面矽股銀行 然後那個破產 然後點名哪些銀行危險 跟這些股票有沒有什麼關係啊 沒有啊 我45度角 一檔接一檔這樣賺 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是公開亮相的 全新賣完 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所羅門公開獲利了結 你再去追的發生什麼事情 你有本事蓬城 這一邊我公開給你 大家一起來 我不怕大家賺 我有希望眼前這個時間點 你把你的觀念調整過來 對的觀念在這個時間點賺錢不難 輕而易舉 我講白一點輕而易舉 我剛才已經提到了 那些銀行要不要破產 跟我剛剛亮相的這些股票有沒有關聯 沒有關聯啊 但是你現在要懂得這一句話的道理 萬丈高樓平地期 我在這一邊公開操作 甚至放會員訊息直接秀給大家的 甚至就是說這一邊我放送黑馬骨 你要好好想想想看哦 我進場我在節目上教學分享的 都是從平地開始卡位了 你現在要知道已經亮相的 已經所長停板已經創新高過了 他現在是萬丈高樓的第幾樓 你現在看到利多看到漲停板了 大家都知道了 你有沒有那個本事去賺到這個錢 如果風險你沒有辦法承受得了 那是不是跟著我下一檔在平地的股票 因為我們已經聊到嘛 上個禮拜的微影我就直接示範給大家看嘛 獲利了結之後 我收回資金卡位新的股票 新的黑馬股啊 你現在與其是看到這一些已經開牌亮相的 那你不如想說 車用族群跟宜鼎一樣 跟蓬城一樣的股票 現在還有沒有在底部區的 好不好 畫面上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 不要說教師哦 這一邊要賣關子 沒有我一直公開啊 你有加入我LINE的投資朋友 這個畫面上QR Code你有掃描 你早就已經加入我LINE的投資朋友 我手中的這一檔 車用電子的黑馬股 我放送幾次了 今天盤前8點05分 第五度放送 你需要去追那個 漲停板過的椅頂 創下掛牌新高過的椅頂嗎 你資金如果可以handle的話 你需要追嗎 真的不要啦 我今天這一邊開牌 而且是驗證的蓬城 你需要去買那個180塊以上的嗎 你有更好的選擇啦 我一直的都在我LINE的這一邊送給你 你知道嗎 我又交 又這一邊告訴你怎麼做 然後又直接放送 而且直接點名半導體輪動 車用題材輪動 還有什麼 賜服器的輪動 包含後面 我會慢慢跟他帶出來 開牌亮相 封電族群的輪動 我是又交又送 你知道嗎 我真的希望說 大家你務必要知道 今年是賺錢的一年 你鎖定我的LINE 你鎖定我的節目 我可以讓你賺 你知道嗎 我的節目啊 幾乎沒有什麼保留啦 你一發現 我又交又送 我只是希望讓大家知道 用對方法在這一個 詭譎多變的行情裡面 因為大盤忽漲忽跌嘛 很多人等1萬6000 對等了多久了嘛 到現在有沒有1萬6000 很多人等著破1萬5000 對等多久了嘛 現在有沒有破1萬5000 沒有啊 你是不是這個 兩個月的時間了 你是不是被大盤卡住你的思考了 你如果一直看著大盤 一直看著美國股市的漲跌 哇 那個有的人 我真的 希望看我的節目 不要有這樣的習慣 不要去盯著美國盤不睡覺 因為你只要做對動作 把資金放在對的地方 根本不需要在這個時間點過度擔憂 好不好 這個時間啊 我希望就是說 教老師該講的都已經講了 要不要賺錢 取決在於你 我相信 只要是精英 他自然而然會在我這邊聚集 只要是精英 他自然而然會在LINE這邊跟我相見 好不好 所以以這一邊來講的話 希望黑馬股 我在手中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我已經直接把答案 給你的小超在這邊了 所以畫面上的QR Code直接掃描 讓我看到你的決心 大家有緣 跟菁英來我這邊聚集 就這麼簡單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謝謝 本公司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因爲